《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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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慕容》 《慕容》 《慕容》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 牢固的婚姻 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有的時候有人說 我們的婚姻是建立在彼此的興趣愛好上 比如說兩個人都愛好旅遊 或者兩個人都愛好音樂 或者是都愛好某項體育活動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的愛好隨著年齡的增長 有的時候是會變化的 比如說兩個人都愛好音樂 但是有一個人可能是 不斷地在這個方面有所遭遇 但是有的人可能開始 向其他的方向發展 如果兩個人的興趣愛好發生變化的時候 這個基礎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 還有的人說我們的婚姻 是建立在彼此的理解之上 有的時候人們講說 非常重視的是說 兩個人之間的心有靈犀一點通 中國話是這樣講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是說 當兩個人開始發生意見分歧 兩個人開始對問題很多地方 看法不一致的時候 或有矛盾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是說 為什麼對方那麼難以理解? 當我們開始兩個人的理解上 開始有問題的時候 那是不是這個基礎也就不存在了呢? 那還有第三種情況 有的人講說 我們的婚姻是建立在孩子身上 那兩個人之所以 有這個婚姻兩個人的共同點 共同的基礎 是孩子一起撫養孩子 但是孩子是會長大的 長大以後他們會要離家 是不是說那個基礎就不存在了呢? 所以一個牢固的婚姻 首先要建立一個牢固的基礎 這個基礎是不隨著時間變化 不隨著空間變化 也不隨著人生的境遇發生變化 那這樣的一個基礎 如果基礎是牢固的 上面的婚姻才能是牢固的 那這個基礎是什麼呢? 那我們聽《瑪窦福音》第七章 在二十四到二十五節 耶穌是這樣講 他說 凡聽了我的話而實行的 就好像一個聰明人 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 吸激那座房屋 他並不坍塌 因為基礎是建在磐石上 所以兩個人的婚姻 要建立在哪裡呢? 要建立在磐石上 這裡的磐石指的是天主 要建立在天主之上 因為天主是不動搖的 天主的話是智慧的話語 這個是永遠不會動搖的 所以當婚姻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時候 興趣、愛好變化了 基礎不會變化 當兩個人開始彼此難以理解的時候 這個基礎仍然在 當孩子長大了離家了 這個基礎也仍然還在 所以無論健康也好 疾病也好 富有也好 還是貧窮也好 無論是任何的生活境遇 這個基礎都是可以依靠的 我們說有這樣一個基礎 我們怎麼樣去過一個生活 使我們的婚姻 真的有這樣一個基礎呢? 夫妻在我們主內的家庭 我們夫妻要做的事情是說 一個是夫妻要有一起祈禱的時間 要有一起祈禱的時間 兩個人一起祈禱 彼此祈禱 在這個祈禱當中 我們開始知道說 我們的婚姻 時常意識到 是建立在這個盤石之上 另外一個 兩個人要經常地有 閱讀和分享聖經的時間 一起讀聖經 一起討論一下這一段聖經 指導我們如何生活 當我們一起祈禱 一起閱讀天主的聖言的時候 我們就是以我們實際的生活的內容 來顯示出我們的婚姻 是建立在這個盤石之上 如果是我們這樣去做的話 因為這個基礎是牢固的 我們的婚姻也必然是牢固的 就如耶穌所告訴我們的 雨淋、水沖、風吹、襲擊那座房屋 祂並不坍塌 好,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期再會 主佑平安 我們下期 月簣選 下期